哈囉大家好,這裡是BPW Study 今天這部影片我要來介紹GoodNotes 5的各個功能 如果你是還沒有入手GoodNotes 5 或是想要更深入了解怎麼使用的話 就可以好好的看完這部影片 相信對你未來使用一定很有幫助 讓我們現在開始吧 GoodNotes 5現在在App Store的售價是270元 iPhone和iPad它只要付一次錢就好了 但是Mac因為是電腦版的關係 所以它的作業系統不同 所以還需要另外再付費 好,我們開啟GoodNotes GoodNotes有三個特點讓我非常喜歡 第一個是它搜尋的功能 不只是搜尋檔案名稱 它連收寫的內文都可以查得到 和Line的聊天搜尋功能一樣方便 假如說你突然有一天有某個觀念你忘記了 搜尋之後你馬上就可以找到它所在的頁數 是不是超方便的啊? 第二個特點是手寫辨識 假如說你跟我一樣覺得自己寫的字沒有到很好看 或是你想要把你的筆記變成文字檔傳給別人 那你一定不能錯過手寫辨識的功能 用套索功能把你需要的字圈起來 然後點選轉換之後它就會變成文字檔 如果辨識失敗的話你也可以自己用打字來修改 然後修改完之後再把它複製到你想要的地方就可以了 第三個特點是標籤頁 你可以在上方自由選取任意的文件 而且可以直接把它拖拉下來做螢幕分割 好接著來一一介紹下面的功能吧 首先是新增筆記 非常簡單你只要按下這個加號 它就會出現七個選項 筆記本可以自由設定封面還有紙張的外觀和顏色 quick note 審去筆記本的第一步驟 它可以直接開始寫筆記 然後寫完之後再決定是否儲存 同樣的快速點兩下也可以新增quick note 匯入 從平板中的檔案匯入筆記 掃描文件 把需要掃描的文件放在視窗前 會自動幫你找到文件的範圍 介紹完新增筆記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筆記了 先來介紹一下工具列 筆刷 有三種筆刷 原子筆是粗細都相同 鋼筆和畫筆都是有粗細差異 只不過畫筆再更明顯一點 下方有一個手寫筆和手掌防務處 因為我自己是左撇子 所以我會把書寫姿勢這邊調到左邊 右半邊可以調整粗細還有顏色 我自己是設定的超多顏色 要新增的話就到自訂 然後去新增之後就可以把它輸入到預設子裡面 可以輸入射碼或是射盤來尋找你需要的顏色 粗細的部分則是用滑桿來設定 接下來講到橡皮擦 橡皮擦它的功能還蠻自由的 你可以選擇擦除局部或是同一筆畫的線條 我自己習慣是擦除整個筆畫 它還有一個超方便的功能就是 自動切換回上一個工具 假如說你擦完橡皮擦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轉調到筆刷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重新選取 螢光筆 螢光筆和筆刷差不多 同樣可以調整粗細和顏色 然後我自己也是幫它設定了一堆顏色 但因為螢光筆通常都是拿來畫重點 所以我會把這個畫直線的功能打開 當你在助機的時候它就會自動幫你變成直線 形狀工具 形狀工具可以畫直線圓形和多邊形 然後在Goodnose 4的螢光筆其實也有支援形狀工具 但現在只能拿來畫直線有點可惜 套索工具 套索工具一定要善用它 否則你在平板做筆記時 就和紙張沒有什麼差別了 它可以自由移動手寫圖像和文字框 假如說你一次怕移到太多東西的話 你可以調整這些開關來決定你要翻譯的是什麼 將物件套索之後 就可以選舉你要調整大小 或是把它複製貼上等 這個套索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支援局部螢幕截圖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用內建的截圖 然後還要再做裁切 圖片 它可以從相簿匯錄照片 而且可以自由的裁切 有分為矩形的裁切 還有自由的裁切 如果要自己做Goodnose的剪貼布 一定要善用這個功能 相機 相機的功能其實就沒有什麼好介紹 它就是拍照之後會變成圖片 然後跟圖片一樣也可以做裁切 文字 假如說你想要把Goodnose當作文件編輯工具 那絕對不能少了這個文字功能 它同樣也可以選擇顏色 然後還能調整字體的大小和字型等等 打完字之後它就會形成文字方塊 再使用套索功能讓它去該去的位置就可以了 簡報筆 如果是報告或是解釋的時候就可以用到這個簡報筆 適合老師講課使用 視窗 如果不想每次寫字的時候都要放大縮小 那視窗功能就可以解決 它可以幫你局部放大來寫字 而且它在你寫字的過程也會自動往前 也可以調整它的移動範圍 讓你寫筆記的時候可以更固定而且更有效率 接著介紹最上面這排的功能列 首先是頁面縮攬圖 縮圖的部分可以讓你快速查看你需要的頁面 也可以在這邊調整頁面的順序 收藏機可以讓你儲存 你覺得是重點的頁面 假如說我按這個符號 按下去之後它就會加入到收藏機中 然後你回到首頁的收藏機也可以看到它 最後一個是大綱 可以輸入每個章節的標題 讓你尋找時可以更快速 再來是搜尋 搜尋和剛剛特點中所說的搜尋其實是差不多 只不過這個是在這個筆記裡面的搜尋 而不是所有檔案來搜尋 再來是分享 假如說你要把筆記拿去列印的時候 就需要先把它輸出 我自己習慣是會輸成PDF檔 然後再把它存到Google雲端硬碟裡面 更改檔名 點一下就可以修改檔名 同時它也會告訴你這個文件的資訊 也可以把它移動到其他的資料夾 添加頁面 可以透過捲動頁面來新增下一頁 或是直接按新增頁面鈕 可以選擇目前的範本或是其他種類 閱讀模式 假如說你只是單純閱讀就可以開啟這個 它可以隱藏工具列 然後在換頁的時候也只需要點綴旁邊就能夠換頁 更多 它是少數可以改變捲動方向的筆記程式 看你是想要用PDF的捲動方式 或是像翻書的的水平捲動都可以調整 再來文件編輯設定的部分 它可以調整工具列的位置 但我自己覺得放在上面是比較自然啦 好啦以上就是對Google Note 5功能的主意介紹啦 如果你對哪些單一功能有感到疑問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可以對它做更詳細的介紹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按讚加分享 並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最後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以獲得之後更多的資訊